负责第一局 不过我们看到这次比赛 从欧洲整个一些年轻的选手来讲 整体的实力都在加强了 尤其是在相持方面 所以从今天昨天的比赛来看 昨天前天开赛以后来看 确实整个队伍 我们在看 他们都有一定的实力 包括我们在看到这场球 现在我们转播的 虽然是对方的这个四号 但是呢 他的水平不是想象的那么差 黄远队就像你刚才介绍的 就这次世界紧张赛 从第一天 今天是第三天的比赛 第一天开始就觉得 这个球很好看 那么同时呢 我想也能看出一个问题 就是世界乒乓球 整体的水平在提高 可能尖子大家看 这对中国队挑战没那么强 但是他整体普遍的水平 还是有很大 很明显的提高 所以他再看上去整个场地 大家真的都特别热闹 像全英慧 对对对对 他普遍水平提高了 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一些顶尖的这个选手 那么目前来讲呢 还不多 看到的还不多 我们希望能够涌现出现波尔啊 这个这个 或者奥恰啊 这样的一种水平的选手 哎呀这个球 应该说从12年轮到以后 各国都进行了一个调整 啊这个因为一个奥运周去玩了以后一些老的老运动员先进的就不打了或者打得比较少了 那么我们看到通过了这么两年的训练 那么各国家的一些年轻的运动员普遍水平的提高了都上来了 所以呢整体的实力和整体这个看点比较多了 大家看双方啊在开局 在开局呢 这个人的整个身体啊肌肉啊 还是比较硬的 当时啊还没有完全的能够伸展开 许新的世界排名呢是第一位 啊他刚刚调到王浩马林这个教练的这一组 就是吴敬平的麾下 其实观众朋友在看比赛上我们可以关注一个点 就是说他背的号码布他是几号 就说明他是世界排名几号 但是按照这个号码布是按照他的排名来走的 所以我们看到许新的号码布背的是一号 六三 4,6 中国运动员特别是直排选手 在比赛当中我想特别是在大赛 刚开始上来还是要以我为主 以自身最拿手的像发球前三板 小球技术正手的抢拉抢冲 使自己的状态完全能够调动起来 因为黄岭队这个世界大赛啊 不同于一般的小比赛 一般的小比赛也不同于平时的训练 它赛和练还是完全的 有很大差距很大差别 而且你在这种小体育馆跟大体育馆又不一样 而且比赛你比如说公开赛跟实验比赛又不一样 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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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其实许兴在这个前三板还是比较占优势的 中国队这也是中国队的一个特长 所以我们往往是在前三板的控制和发抢上面 我们还是比较好一些 如果说上来纯打这种相吃的话 说实话每个现在的运动员每个人都能打一打的 不是那么轻松的 8-9 而且我觉得现在的运动员就是国外的运动员对我们的这种前三板也有一定的提高 比如说接我们的发球 接发球 控制这方面也是有所提高的 过去为什么有些选手感觉你比较弱的 在这个队里是三号本来不是一个很强的队里 就是排三号四号这种选手跟我们打差距很大 就是因为接发球和控制控制不好 被我们随便就抢供了 那现在我们看到上来以后比方都像很接近 而是在接发球和控制球上面有很大的一个提高 总得来讲 Diexp 起来 那我就想弄尬 拿中路 好球 这个球打得比较聪明 就是说我在出现机会的时候 我不是很好发力的时候 我先拉住 控制住对方反手 不然就反攻 我要再找机会 11-9 赢了中国 讲11-9 许昕在第一局是先落后 最后把比分追了回来 两分的优势先胜 稍后将继续为您带来第二局 谢谢 你比如说我们这次的这个东京 这个带来木体育馆真的非常的漂亮 这个50年了到现在 当时是为了独立奥运会盖的 那么记得女排 那个时候也是在这个馆打的 没错 但是到了奥运会的时候 不见得那个馆有那么漂亮 有时候奥运会 比如说在伦敦 就是他在一个展览 展览室打 展览厅打的 但是他的气氛 给人的那种氛围压力 又要高于这种 让人窒息 我们来看一下许欣和俄罗斯选手费拉索夫的第二局 你看我们看到他揭发球揭得不错 稍微高了马上就能调你 过去欧洲运动员就是说在中台中远台的能力比较强 但是这静态和尤其是短球小球的前三板显得比较弱一些 那这几年欧洲人的发球 勾勾球我们说的勾子球 发的很好 我们看看 好球 好球 还有 说这几年的欧洲运动员 从发球到接发球 都有了很大的斩进 这静态的能力也在提高 漂亮 所以你看许欣现在非常注重 非常注意充分调动自己的身体状态 还有精神状态 因为直排选手啊 特别怕在紧张的比赛当中 人没有活动开 对 就整个身体人没有动起来之后 整个这个球啊 他会 打折扣 对 大打折扣 对 因为我们就是说的现在 预热和发动 所以现在这种11分以后呢 我们要求运动员 尤其在这种大赛当中呢 上来以后的发动 启动一定要快 那也就这种快呢 也就是在产下你就要准备好 就是产下的训练啊 包括准备活动啊 包括心理和思想状态 据说这次中国乒乓球男队 在厦门的封闭训练 就有专门一项这样的训练内容 就是在准备活动 跑完步之后 立刻上来就打几分 直接打几分 打几分比赛 这就为了运动员的一个上场 刚一开始第一局的一个情绪 身体上的调动 对 我们训练当中呢 日常训练当中呢 有很多的一种结合比赛的方法 刚才杨颖说的是一种 包括我们也有还有一种噪音的训练呢 等等还有什么呢 就是拉出去 坐着坐大巴 拉一圈回来再打 因为都要结合比赛嘛 像这次我们的住 住的地方立体育馆就比较远 正常都要三十五分钟左右 稍微堵一点车 那可能要四十 接近五十分钟才能滴打体育馆 所以路程还是比较远 那这就要运动员在几天做准备 你不能做能发懵 下来一上场啥也不 还没进入情况 训练的这两个逆向旋转发球 一个是上旋 一个是侧下 动作变化不大 但是旋转 从对方接球的这个情况来看 旋转是非常强的 拉起来 接发球直接抢了 我觉得现在训练的劲啊 也就使了两成 就是他平时的那种技术啊 到现在来讲 他的使用率还真是 只是一个初步阶段 比赛往往是这样 不是让你痛快 也不是让你舒服 可能还没怎么 感觉到自己平时练的 多球啊 拉球啊 抢攻啊 都没还没开始用 比赛就结束了 比赛这就是比赛 只能说喜琴整个状态已经出来了 而且呢 也找到了打对方的一种方法 就他的弱点在哪 好 稍后我们继续为您带来 视频赛的直播 赛经典赛事 向皇家传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水中贵族 白岁山 第三个赛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52届世界平方球紧票赛小组赛 中国对俄罗斯第一盘的比赛许新对费拉索夫 四个赛许新对费拉索夫 四个赛计妥 黄姐妹我觉得这次世界平方球紧票赛 从队伍的角度 会战当然会全力以赴 会很认真要稀致的去准备 但是呢从真正心理上精神上 还是比这个单向要松弛一些 好的 其实团体赛跟单向区别很大的 团体呢是讲究团队作战 相对来讲呢 就是说没有单向那么乱 比如说我们打单向比赛的时候 我就感觉很乱 一个是男女队参赛的人有那么多 一个是时间也都不一样 有五个项目都在滚弄打 就显得人特别忙 整个队也比较忙 都各自定的各自的 一个一个在叫 团体赛呢主要是 要讲的一个整体实力和一个团体精神 所以相对来讲呢 大家中国队来讲 从目前情况来讲 还是比较正常 大家每天吃饭一起走 坐车一起走 这个训练比赛都一起 所以显得还是比较稳定 另外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中国队的实力摆在那儿 如果实力跟人不相上下或者说跟别人差不多的话 但是其实你在对面能不能知道就是前面我们虽然大家都会有点打决 但是为了打后面尤其打到决赛 对吧 这个还是要在前面也不能掉筋 尤其在小组里面我就说了像昨天前天的比赛我看完我挺高兴 虽然我都一直着急我在那叫 那叮叮在打了我也叫做的反正东西看林比阿舞 我跑过来叫来了急了 但是就是就是说这种情况的话 我觉得对运动员的锻炼是有好处的 小组里面上来别太松了 应该太轻松了 到时候到了出现以后当淘汰 那个下一下一紧张 对手一强容易出问题 这次比赛呢有有我觉得呢有几个特点一个从中国队来讲就说我们从零零六年以后吧 呃应该说这个参赛年轻队员比较多 比如说像这个房正东呃 朱雨林陈梦啊 包括我们的武阳都是第一次这参赛这个比赛 所以这个是一个特点呃 第二个特点的就是说 到了这个我们住住的地方一体管比较远 而且住的宾馆啊呃是几个连体的好几座楼 所以呢很就是很人很热闹 就很热闹了 我那天在准备会上我已经我们就提醒了运动员了 就说这次的比赛 那么因为住的地方现在不是那么像很安静 就准备别就天天热闹闹的吸染染那个人群 所以大家呢要静得下来啊我们比赛要投入进去 所以这这也是我们要做准备的一方面 是的 其实黄连队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住的地方这种环境 那么世界锦标赛除了是世界来自各国家地区协会的一种啊 乒乓球的大竞技 另外呢我想还是一次大party就是聚会啊大家 来到这个世界锦标赛其实更多的我觉得需要大家相互之间的一种交流交流沟通啊和见见面聊聊天沟通一下友谊以求会友是吧以赛会友我觉得这都是一个 其实这就是体育的一种精神或者体育的那种魅力他不仅有竞技同时他也是这个的各国运动员之间的一种年轻人的一种啊party了就是能够呃以求会友就是我们一种桥量的作用 那许心啊打的还是相当的严谨 是的 很谨慎 而且这次呢比赛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整个代表团 我们和我们的教练来的是最少的一次人人员了 所以我们教练 所以在准备会的时候我们我也提出来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只是来的人少 那么我们来的队员都不像以往 我们教练一个定一个一个定的定得很紧 就需要很多产次很多准备工作 要有独立的作战能力 5 8 这个场地咱们的队员有什么反应没有 呃 场地大家觉得很好打 因为其实这个戴在梦体育馆 我觉得非常适合的乒乓球 因为他的形状啊 他这个观众犀利的非常好 哦 他不是 我感觉比法国的要好 就法国的 因为也很漂亮法国的体育馆 那太大 太空了感觉 这个体育馆我觉得乒乓球比赛 非常适合 而且队员的反应 虽然是我们在厦门训练 像男队员我们在厦门训练 也是海洋气候 那在东京也是海洋气候 但是呢 就感觉东京的这个气候呢 它还是比较干燥一些 先的球打起来要好打一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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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tentimes 好 で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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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 10.8 10.10 他多一个都不行 所以你必须教练和运动员 这样对方把比分追成了十平 这个中间许馨可以说有点松了几个球 但整体来看就是双方的水平差距没有那么大 对方的排名是86位 许馨是世界排名第一 对 这次比赛裁判判的也比较严 而且这次呢 在比赛当中据我所示还有一些考考试 什么考试 就对裁判人的考试 国际级 国际级 所以你看关键时刻还是靠中国队的制胜法宝 就是传统技术 像小球摆断之后抢了 对所以这次的裁判的考核它是什么呢 就是说以各个国家一些老 就是说资深的一些老裁判 老国际裁判 然后呢来对一些年轻的要考国际局裁判的进行分工 你比如说 比如说我是假如说 那么我可能我有三个到四个裁判员要支持我考核的 那么在考核什么时候考核 他不告诉你的 而是这个考官呢 他是悄悄坐在看台上 因为我们中国也有我们的这个张彦秋 这是考官 他悄悄躲这个地方拿着笔在那里记 那就看你场上的执法情况 来对你进行一个给分 所以这样的话会带来一些问题 我也跟他聊的时候 我说你这个到了决赛的时候 办决赛你可别考了 我说为什么呢 因为他考核的时候才把他一定要打 一定要判分的 就是发球他要判你一个的 那这个呢就是仅是为了考试考试呢 可能在关系上就不公平了 是 我小组里面你们可以随便考 对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许新呢是赛点十几十 刚才许新叫了一个暂停 发了一个逆向旋转往前推的 一个测拳球 这样许新三比零战胜了俄罗斯选手 费拉索夫 为中国队在小组第三轮 中国队俄罗斯这场比赛拿下第一盘胜利 第二场的比赛是由中国的小将樊振东 他的对手是世界排名第71位的李文索夫 双后见